哈喽大家好,我是刘尔首,今天上回继续给大家讲啊,上回 讲到我在听你头帮美姐红了有1400个 就顶着巨大的压力啊,然后减去那个 500个那个美姐的本钱,然后还有900个 在算上之前,已经帮美姐还300个,就是总盈利是1200个 当时呢,感觉身体已经就是很不舒服啊,头晕 胸口发闷,上不来气,可能是精神高度紧张 再加上抽了好多烟,肺里也不舒服 就感觉想要休息了,当时就把钱的存在厅里头了 然后就找了个人陪我一块去酒店休息了 然后当时呢,就昏睡过去了 昏睡过去,第二天醒来感觉口渴 就先去冰箱里拿了点水 喝了口水,感觉身体啊,好多了 比头天好多了,但是还是有点发飘 还是有点发飘,就跟脚底也踩了棉花球似的 有点飘,但是比头天感觉好多了 这个时候呢,我一看表呢,已经差不多快11点了 上午 我呢,想给梅姐发了个短信 就发了个微信 我想给她打个电话,但是呢,觉得她照顾孩子呢 万一孩子现在睡觉呢,或者说有什么情况呢 我打电话太突然 就发了个微信 就说梅姐孩子怎么样了 那个梅姐给我回了个微信 就说孩子的情况现在都一切稳定下来了 没事了 然后这一下呢,我也算是踏实了 然后呢,我想给梅姐汇报一下战绩 然后,我又一想 先,就是这么直接说句话 拍那啥 后来我就想等着梅姐问 我说她肯定会问我 后来我就没再回 后来呢 过了一会儿呢,梅姐呢,也没问我 我就说梅姐,我过去看看你吧 你给我发个地址吧 我也踢会儿班 我估计你这两天,一两天也没休息好 然后梅姐呢,给我发了一个那个珠海的儿童医院地址 然后呢,我就直接出关,就找她去了 到了医院呢,就梅姐呢,就显得挺憔悴的 见着我呢,梅姐呢,就过来了 就在我面前就一顿,靠我身上就哭 然后,怎么讲呢 肯定是这一天,这个也不容易 就是,也不容易 然后呢,哭完了呢 就安静下来了 我说没事,没事就好 梅姐,这不是都过去了吗 梅姐呢,就是她心里压力也特别大 也特别憔悴,又欠着债 孩子又病了,然后她就说,谢谢二手啊 也就得亏了你了 没有你,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说,梅姐没事 咱们这不都是老乡吗 然后呢 我说,当时我就想接这事啊,跟梅姐说一事 我说,梅姐啊,这个 昨天呢,就是晚上呢,一共 就是,红了一千四 然后减去你那个五百呢 还,有九百 然后那个,算上那天咱转过去那三百 还了债主呢,就已经红了一千二十了 我说,钱呢,我都给存在厅里头 然后那个,你啥时候用啥时候拿 当时梅姐听完这一,我这么一说呢 听红了,挺欣慰的 挺欣慰的 但是呢,我又得接着说 我说,梅姐啊 可是我可能就只能帮你到这了 不能帮你完成了 因为,我觉得压力太大了 真的梅姐,我觉得我在那厅里待着 甚至我走到那厅里头 我都觉着 就跟走到一个,怎么讲呢 走到一个特别恐怖的地方似的 整个进去之后 我连呼吸都觉得困难 都觉得难受 我呢,想把 头天呢,就是说身体不好 晕,头晕啊 不舒服这事儿,跟梅姐说 但是呢,我也想说了也没用 第二呢,梅姐在这照顾孩子 她也着急 你说你跟她说着有啥用 只能让她干着急 后来呢,梅姐就说 行吧,这时候 你也算帮了梅姐不少了 红了一千二 我还照之前那个跟你说那个 给你二百 当时呢 我也没再说别的 因为,我觉得呢 人家让你红两千才给你二百呢 现在你也没给人家那啥 没达到目标 但是人还说要给 但是呢 我也不知道该是拒绝 还是说就答应 所以我也就没说话 我说梅姐实在是 压力太大 梅姐说 我能理解 之前我去缅甸的时候 比你压力还大 后来这一下呢 我就来了精神 然后呢 我就说梅姐 你给我讲讲你去缅甸的时候 那点经历 梅姐呢 就是进了那个 先是没说 然后呢 找了个地儿 就是进那个 他儿子那病房里边 然后找了个凳坐下 我也就坐下了 然后呢 他就开始给我讲 那个他之前去缅甸啊 就是之前呢 在澳门这边啊 已经黑命了 然后呢 就是 怎么说呢 还欠了债 然后呢 去了缅甸了 缅甸有啥好处呢 就是可以空手套白狼啊 你就是 一分钱都不用耐 去了就直接就是能预支 预支啊 就跟信用卡似的啊 能透支先 然后呢 就玩啊 他说他当时呢 先是坐飞机去的 那个西双板那 到了西双板那 那就是跟缅甸那边 那个街上那 有一叫五号检查站 那么一地方 然后呢 过了那 然后呢 就有人接应 有人接应的 然后 开着车到他 就带他到这个 缅甸这个 跟咱们这边 这个边界交涨出了 然后呢 下了车呢 就跟梅姐说 你呀 就顺着这个森林 就到了一个森林啊 就顺着森林 你就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就行了 啊 一会儿到前那 有人喊你 喊你的时候 你就答应 答应 然后这个人 他就会接应你 你就跟着他走 就到了 啊 其实呢 就是没有任何手续 就是就是偷渡 说白了 当时呢 梅姐有点不敢 他跟我说 那森林啊 挺大的 然后当时呢 就是天哪 也有点黑了 啊 就是又大又黑 那么一森林 他又是个女的 啊 那森林就跟那原始森林似的 啊 就感觉 就感觉他们的脚里 一会儿就窜出一条蛇来 或者前头有可能有狼野猪什么的 就这么一个地方 挺恐怖的 但是呢 既然已经到了那了呢 他就往前走了 他说当时往前走了呀 差不多一百多米吧 啊 然后就听见后头有人喊着 说哎 你是那个谁是谁吗 然后他就答应 他说是 他说你跟我走吧 然后那个 他回头一看呢 就是身后呢 叫头的人呢 就是骑了两摩托 啊 骑了两摩托呢 然后那个 嗯 这骑摩托这哥们旁边呢 还有两两摩托 就是一共三两摩托 然后梅姐呢 就过去了 就是那个骑摩托 那哥们呢 就事于让他坐到 那个摩托后座上的 啊 然后呢 说就跟梅姐说 你再等会儿 啊 咱再接俩人 啊 然后呢 梅姐就等着 那么十来分钟 就是旁边那辆摩托车 后头也坐上人 接上人了 等于三辆摩托 六个人 啊 一块就卡 就走啊 梅姐呢 就跟我说 就搂着前头那男的那腰 啊 然后那个 就感觉这摩托车呀 都要飞起来似的 啊 然后梅姐说 你慢点啊 我这也受不了 啊 这心脏都快突突出来了 那个哥们呢 就跟梅婷见似的 就那么着一直 骑着那摩托车啊 就就就飞驰着 然后说骑了大概十来分钟 啊 差不多就到了缅甸 那个小蒙拉了 啊 到了缅甸小蒙拉呢 梅姐跟我说 那个地儿呢 就跟没法律似的啊 就是 想抽点什么化学制品啊 想干点什么就 包括玩红蓝呀 啥的 就就就没人管了 啊 然后 就去了一个当地菜市场 别人答应了啊 答应之后呢 就是 呃 就问了她谁介绍来的 梅姐就说 谁谁谁介绍来的 然后呢 就说行 先玩吧 先给你支二十 就是先透支二十 啊 二十W 然后呢 梅姐呢 就跟那玩上了 啊 然后呢 就想着在小蒙拉 红点米呢 回去把那个 马哥那边那点债啊 给他评一评 啊 当天呢 就红了三十个W 啊 梅姐挺高兴的 然后呢 就接着跟那玩 呃 第二天呢 又红了五十 啊 呃 从第三天开始 就怎么打怎么黑了 啊 怎么打怎么黑了 啊 到了第四天呢 就基本上把这个 头两天红的八十啊 就就黑面了 黑霉了 啊 然后那个 到第五天的时候呢 连支给他那二十呢 也就全黑霉了 啊 黑霉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呃 这个缅甸那边这帮人呢 就 彻底就变了一副模样了 啊 就变成魔鬼了 就直接给缅甸 就给梅姐啊 直接关到酒店 一方间里头了 啊 就让他打电话 打电话汇钱 啊 你得把我们提前预示给你的钱 给我们转进来 美姐呢 就是说能借的呢 已经借变了 啊 也没什么地方可借了 然后呢 就是打 啊 挨打 啊 然后呢 当时美姐跟我说那种情况呢 就是人间炼狱 就是人间炼狱 就是跟他一样这种 说甭管是因为 末路老哥呀 还是说被骗到小蒙拉去玩的呀 就是 各种惨状嘛 啊 咱就不在这说了 啊 没法说 没法说 然后最后美姐呢 就是说给谁打电话呢 给那个 他那贵人 就是他儿子的父亲 啊 打了电话 然后 那个贵人呢 已经对美姐这个行为呢 已经是 怎么说呢 就管道都不想再管了 因为好多原因 就是说 像美姐这位贵人嘛 他虽然说 就是说 说白了 就是说美姐 他跟美姐生的儿子 算是什么的 算是私生子的 但是往往能生私生子 这种男的呀 他也不止一个私生子 和不止一个女的 啊 就是说 美姐呢 只不过是他的这个 外头这些女人 其中之一 啊 美姐跟他生的孩子呢 也是其中之一 啊 也不太想管了 后来呢 呃 美姐呢 反复给他打电话 啊 后来最后呢 这个 是这个贵人的 让自己的司机 啊 给美姐呢 这边 赚了钱了 啊 算是给救出来了 这就是当时美姐 一番经历啊 啊 后来说到这儿的时候呢 这个病房里头啊 就进了人了 啊 进了俩人啊 这 打头了这人呢 一看就是 气欲宣昂 不是一般人啊 穿一条 西裤 穿一条那个 穿一双皮鞋 上头呢 穿了一件夹克衫 啊 就是咱们这边阿爷 经常穿那种 哎 夹克衫 就这中间 这一拉锁 然后这有个脸 这袖口这儿是 井口那种呢 那那种 夹克衫啊 然后后边呢 跟着个人啊 一看呢 就是像隋从似的 后来我一看 就是找美姐来的 啊 然后呢 就是说我 以我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 社会阅历吧 我估计 是孩子的爸 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跟美姐说 我说姐我去撒泡尿 也没说这么直白 我就去趟卫生间啊 然后那个 就溜达出去了 溜达出去了 我就说人家之间 肯定有一些话要说 不方便 我在那肯定不方便吧 我就出去呢 抽根烟 上堂厕所啊 啊 听后 就是就在门口等着 就是说美姐 没让我进去呢 我也就甭进去了 啊 过了半个来小时 啊 美姐呢 给我打电话了 说二手你伤哪儿了 我说我这伤错了 有点尿肚子 我说我这个 你什么 都说 嗨 我还以为你伤哪儿了呢 嗯 后来呢 就等于那个 那俩人要走 啊 后来那俩人要走 然后就说 那个 二手你 怎么着 我说我 美姐你这边 要没什么事的话 那要不然我先回家去了 回北京去 我说反正我给出关了 美姐说行 那那个 然后他就跟那个 那阿姨 美姐说了一声就说 呃 这是二手啊 我在这边认的一个弟弟啊 那个 要不然你给他顺路送送机场 那吧 然后 就说行 二手兄弟到 咱一块走 坐我车走 啊 然后呢 就坐上这位领导的车了 呃 上了车之后呢 我呢 就说坐到副驾驶 然后就司机开车嘛 然后那个 领导呢 非常坐后边 啊 我说那坐后边 坐后边呗 呃 然后呢 我就说您您归姓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领导说话 啊 我这老醋 人家说姓王 我说 嗯 咱就叫王菊 就就叫王菊 就是说 我说这个王菊呢 不是说人是局长 啊 就是 就这么个代号吧 以后就反正叫王菊吧 然后我说王菊 然后那个 王菊听了呢 就说哎 什么菊不菊的呀 啊 你就叫我王哥就完了 啊 以后就叫大哥 王哥就完了 当时呢 我呢 是这么一听 人家是这么一说 我跟各位讲啊 这些领导啊 一跟你称兄道弟啊 一定要小心啊 一定要小心啊 别当真啊 领导终归是领导 老百姓终归是老百姓 啊 呃 因为之前呢 有一次就是说 我跟贯超那会儿呢 贯超他们单位是给那个 城管做项目的 那会儿呢 城管呢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城管一领导说呢 说当时呢 有一个湖南那边一领导 要来北京啊 办点什么事 当时那城管的那个车呀 都用着呢 啊 然后正好贯超那 有辆奔驰 就说让贯超那 开着车呢 接人家去 然后呢 说让我跟着一块去 然后我就跟着一块去了 就是接上领导和领导秘书 啊 就从机场接接接过来 给人家安排一下 然后那个接的路上呢 有点堵车啊 有点堵车啊 然后这个领导呢 就问我们了啊 也是跟我们称兄道弟 说两位小兄弟啊 说这北京的交通 经常这么堵嘛 当天堵的有点厉害啊 领导员等烦了 但是领导呢 不挂线啊 不能自家咧嘴的 烦死了 等这么长时间 人家不关心 就聊嘛 就这样 北京的交通 就就就老老这样 就是一到游戏高峰期的时候 那家伙还没走过来呢 当时呢 就是人家跟我们称兄道弟 叫我们小兄弟啊 然后呢 我们就觉得人家 真拿我们当朋友了 就跟人家随口这么一说 就说北京的交通呢 就是还没走过来呢 当时这个领导呢 就 就那个 怎么说的 就直接跟秘书说了 说就北京那个 负责交管 交管这一块的 交通管理这一块的 是谁呀 然后那个秘书说 赵什么什么嘛 就说了个名啊 说给他打个电话 秘书呢 电话拨去了 领导接过来 喂 你是那个人 谁谁呢 那爹光 接电话那边呢 说过他秘书 那他本人呢 秘书说 他开会呢 那等他开完会 你就跟他说 你就说老百姓啊 现在正骂他呢 就刮了 这一听完这个呢 我跟贯超一下就傻了 知道自己捅毛子了 不应该胡说八道 反正这事呢 弄得最后 反正挺尴尬 反正不在这说了 所以我说这个目的 就是说什么呢 有些领导啊 一上呢 就愿意跟你称兄道弟啊 小兄弟就叫哥就行了 别当真啊 就就 该干嘛还干嘛 然后呢 就跟领导呢 就聊聊天 闲聊 领导呢 也没问我 骂哥的一些事 啊 我呢 也也没说 啊 然后呢 呃 但是呢 那个 那个开车 那个啊 司机姓张 啊 呃 我呢 就也不知道叫什么 后来呢 就叫张叔 张叔 后来我管他叫张叔 张叔也别说 别什么叔叔的 你就叫我哥就完了 叔叔多显老啊 我那行 那就张哥啊 然后就问我 去去马哥呀 红蓝点事 我就跟他随口语说 说 昨天红了 有一千来个啊 这张哥呢 觉得行啊 小伙伴 不简单的你 我说 其实 压力挺大啊 也就是 走了狗屎运了 后来呢 到机场的时候呢 这个领导呢 呃 说小伙子 那个 咱们联系你啊 以后啊 咱们以后 有个联系 留个联系方式 我呢 就别那么不识相 啊 那领导的联系方式 能让你加上吗 人家哪里打厂呢 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就说 呃 那要不然这么着 我就跟张哥 加个 加个微信 就完了 然后您 要是想找我什么 让张哥跟我传个话 就成了 甭 甭麻烦您 您平时工作挺忙的 后来呢 我就等于就跟他的司机 张哥 加了微信联系方式 这样呢 我就 坐飞机回北京了 啊 今天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 啊 下个视频呢 我继续给大家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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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